你没有睡觉的时候 像现在有些同学是从 如果现在脑筋很清楚的话 你就是beta波 increased amplitude during intensive mental activity 现在很奴业在想 现在测出的beta波 那beta波是在这个 这个额叶 跟这个顶叶上 都可以测到beta波 这个频率比较高的 beta波 α波呢 α波它的那个 注意到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要看两个 讯号处理 我们刚才有讲过 我们这门课 现在我们资工系没有上讯号处理的课 但是大家有上公数 有上公数你有上过 laplus有上过 furiol transform 就是什么 就是 频率跟时间的 这两个参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从时间domain到频率的domain 时间跟频率 你看一个讯号的话 那如果在时间上面 你就要看它的什么 看它的政府 频率跟政府 那这两个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波形的话 看它的频率跟政府 那就这样的 平常的时候呢 我刚才说没事的时候 清醒的时候 beta波 然后它政府是比较高的 频率也比较高 那当你眼睛一闭下来的时候呢 阿法波就起来了 就是这个 这个阿法波这个 那它是在这个 整页跟顶页 那它的频率小一点 阿法波 那眼睛一张开的时候呢 阿法波就 基本上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 这个可以变成一个控制 眼睛闭起来很张开 因为受到了光的刺激 那为什么会有 会有整页 因为光 光是 光的这个视觉的 这个处理的 都是在整页的附近 的后面 所以它这个波是从整页内 因为你受到光了以后 光眼睛看到来是到后面 整页 我想这个假设没有错的 这个 搞不好也错了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从整页这里 会出现的阿法波 那你看到都是波形 那这个 那然后 再下来是 再继续 我们以睡眠为主 因为睡眠我们已经谈过了 再下来的话 你就会进到这个 CETA波 CETA波的话 是涅液跟顶液 那CETA波的话 这个是跟 跟这个 Frustration跟Depointment Depointment 如果这个时候有关 那再进入深睡的时候 就Delta波 这是 Delta波的时候 就是深睡 就Coma 所以 所以像他们那个 睡眠实验室的人 他们看 看到有些人睡觉的时候 那个电极脱落 或者整动的时候 这些设备冲下来的时候 他就要 两种状况处理 如果他是在浅睡期的话呢 就敲门 他的这个 他还没有进入Delta 这个你可以看 他就敲门 他知道了 然后就帮他弄一下 如果他是深睡期的话 那就不用敲门 他因为他不会醒了 那就 不会那么容易醒了 就上去头上 把他 这个 这个 就可以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 也是有两种状态 就是一直在 就是说正常睡眠 大家也就经过这几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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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 Mu跟 跟这个 这个很重要 这我后面等下 都还会再 再复习一遍 因为这个表格 我用表格来谈比较快 那Mu的话 Mu Wave的话 这个或Mu Reason 叫这个Wave或Ridden 那Mu的话 他是9到11的 虽然有人把Alpha也分成好几个阶段 就是这个 从8到10啊 10到12啊 或者是12到14 也可以 到Alpha也分成好几个阶段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但回头来 那Mu的话呢 这个Mu很重要 Mu跟Beta合起来的时候 它会 让你做做什么Motor的控制 就Sensory Motor的控制 所以Intensive Movement 是Mu的这个产生 就我们 但是睡眠的时候呢 睡眠的时候 我们没有谈到Mu 对不对 如果上一次我们没有谈到 上一次我们谈到就是这个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这个PCI Control 的话呢 利用到Mu跟Beta的这个Control 是很重要的一种 一种方式 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Lanta的话是跟Visual Tension 要做Correlated的 那Vortex头顶的话 这个我就不能再谈了 那这几种我想 我就不详细的谈 那个Delta是最慢的了 然后它的振幅最大 然后Theta的话 Theta我刚才说深度催眠 深度的催眠 或者是睡熟的时候呢 或者那是Meditation 那Alpha的话就是 Alpha就是你晚上 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的话呢 那Alpha就会产生了 然后 然后这个 你放松的话呢 Alpha也会产生了 那通常我们说Alpha是Gateway to Learning and Memory 那就是你要 你BG的眼睛来看 就这个 就开始重组 所以重组这个 那 但我们现在只是看到外在的Alpha波了 但是 我们做外在的表示 但是并不是因为这个波造成的 是里面然后再产生了这个波 那这个波 波的产生大部分 大部分的解释都是 因为 四秋 Cellemus 大家还记得了 Cellemus 他的活动 那连到皮子 然后再产生了不同的这个 皮子不同的位置 然后再产生出的这个 电的讯号 就是这个 被那个电极给收进来 他的这个 机制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细部的 没办法知道 因为我们 我们大概位置上的这个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Beta的话 就是我们平常 平常的这个 Beta波 那 那最 最简单的这个 AlphaBase的波 或AlphaBase Reason 或AlphaBase BCI 在1920年代就有开始 那1920年代不是 Computer还没有啦 那就是 AlphaBase从1920年代 就开始 在Study了 那 那AlphaBase 我们在 在Relax的时候呢 Alpha的 High Intitude 像同学如果现在就睡着的话 不是睡着 眼睛闭起来 进入一个状态的话 那AlphaBase就很放松 上课居然 在我的 我的课居然还敢睡着 这个 表示你很放松 这个 小胖更放松 哈哈 我下午听到他说 下午的课不容易睡觉 晚上的课比较容易睡着 睡着 睡着就去放松了 那 那 那你Beta的话 Beta就是我们说 平常的时间点 Beta就会比较有高的 Escited 就比较 那 所以 所以 当从你放松到 Escited 突然被点名的时候呢 睡着的时候 突然被点名的时候 那 那你的AlphaBase就转到BetaBase 被 被 你的观察就有这个 那 那所以 所以基本上 AlphaBase可以当做是一种 这个 BCI的Switch 就是当做开关 很多 像 很多 楊明有的郭伯昭教授 他做的大概都是这些 都是AlphaBase 做控制开关的最多 最简单 最基本的AlphaBase 可以做 那MuWay MuWay 就比较晚一点 就AlphaBase最早发掘的 因为眼睛闭起来就比较容易 那MuWay主要是在MotorCortex Cortex里面 他觉得 就在我们这个活动皮脂 那 那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政府 是我们 我们人去 我现在去产生运动 譬如我现在产生运动 我把这杯子拿起来 或者是 我想要动作的时候呢 这个Mu的这个Ampitude 就这样 Ampitude下降 波的下降就表现他能量小 那 那 那这个Walpa 那我们看到这位 这 他们的实验室 就在1991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就 train subject 就是我们这些人 就实验的subject 去control new reason visual motor task move a cursor up and down 让那个cursor up and down 现在那个 卖的 在台湾有卖几套 几套 那个 BCI的这个 设备的 那有一个像 那大概都是control 这个up and down 就让你打坐 你能想 你能想 我要往上走啊 那那个 就会上下 这个 就是move wave的control 那 那这个move move其实要跟 move要跟这个beta一起用 那合起来的话呢 叫做 sensory motor cortex region 就是 就是这个 move的话是这个 motor context 那 但是 既然那些动的话 动 还有sensor 还有这个 那这个 我说beta也是清醒的时候有 对 那move的话是想要动的时候有 对 那这个 所以move的话是 not processing sensory input producing 这个motor output的时候的move会出来 那 下面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你要动或者是准备要动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就会 decrease in mu and beta activity over the sensory motor 就在 sensory motor的这个部分呢 它的move跟beta呢 就会decrease 那你要想要动的时候 move 这个 move本来正会也高 那清醒的时候本来有beta 但这两个都会 所以move跟beta beta 虽然说move很早就study了 但是 那他只用move 他也可以 玩低的 但move跟beta可以一起用 所以 所以他们就可以 move跟beta就可以 这个帮忙 像舰动人啊 他们这些 这一些都可以利用move跟beta的